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期来讲 这一次的终极对决 确实是更加精彩 每位选手都选择了 适合自己的歌曲 都不遗余力地 唱出了自己的水平 而其中更是有超常发挥的 不同特色的声音 和不同类型的歌曲 给大家耳朵带来的是 一场听觉上的盛宴 在这场听觉盛宴当中 很多选手的表现 都让人感觉到非常惊喜 曾宇年的歌词 还是非常优美 傅喜瑶的声音 听着更加迷人 苏伟的宁瑶中 蕴含的感情 也是非常动人的 高日唱功也是越发的厉害 但在这些选手当中 歌声最美的 还是莫过于 今年刚刚成年的 单一纯 一单一纯歌声美 谢霆锋老师的 排屏物质更是美妙 单一纯从小喜欢唱歌 高中时代的时候 还参加过一个唱歌节目 并且在节目中 与李健导师合作了一首歌 那时候的单一纯 虽然唱功不是特别厉害 但凭借着声音 和长相之间的反差萌 得到了一部分 音乐爱好者的关注 单一纯在坚定了 自己学习音乐的决定之后 更加努力的去学习 音乐方面的知识 并且选择了考艺术学校 今年18岁 他已经凭借着 专业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考上了志英 成为了一名大一学生 并且报名了好声音2020 来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 当他在舞台上 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 李健和信凌峰两位导师 在新州依旧已经认可了他 并且给了他高度评价 而在听完他的歌之后 观众们也被这个 看见年龄很小 但是声音很成熟的女孩 折服了 纷纷把他唱的歌 交到自己的歌单里面 大家本来就很看重 这个一开始歌声 就惊艳到大家的女孩 不过因为他年纪小 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也不高 没有想到 他会通过一首首歌曲 一次次的改变 大家对他的认知 给大家带来君心 他在第九期演唱的歌曲 《寻一个天荒地牢的地方》 又是打动了无数人 我觉得呀 在导师对战结束之后 单一纯已经成为了 最大的冠军热门了 不过呢 单一纯的歌声 虽然非常美妙 但是在这一期最强战队的 争夺赛里面 最让大家感到惊叹的 还不是他的歌声 而是谢霆锋老师的 排兵布阵 二选择曹阳打头阵 是谢霆锋战队 取胜的核心一环 如果按照实力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谢霆锋战队 是略微弱于 离间战队的 最后谢霆锋战队 能够获胜 离不开谢霆锋的 排兵布阵 而我觉得选择让曹阳打头阵 就是谢霆锋的 是这个战术安排 确实很成功的 让曹阳第一个出场 并不是说因为 谢霆锋相信曹阳的实力 这集中更多原因在于 谢霆锋对于 对方首战成员的猜测 大家都知道 出战顺序是由 战队里巴的导师决定的 在比赛开始之前 不可能有人会知道 两方的出场顺序 谢霆锋在决定出场顺序的时候 猜测了一下 对方的出战顺序 他对着自己的学员们说 按照李建导师的想法 苏伟 马迪娜和高瑞 肯定在前几个出战 如果对方的前三位 确实是这个三个实力 不是那么强的话 那么谢霆锋派出 很有经验的曹阳 确实是可以拿上来 就得到积分的 那么这里难怪 他再敢在曹阳的身上 压两分了 三 当机立断 接近自己的排兵步阵 谢霆锋才是 终极对决的真正赢家 傅信尧和高瑞的那场PK 也是吸引了不少观众的 傅信尧虽然声音独特 唱功很好 但是他唱的 似乎没有高瑞有感情 最后他也是以小小的差距 险胜高瑞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如果不是谢霆锋态度坚决 遇到高瑞的 不一定会是傅信尧 而是实力不如高瑞的齐心 傅信尧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 在谢霆锋让他上第二个的时候 他表示不赞同 并且想要齐心和他换顺序 不过谢霆锋并不支持 谢霆锋说他脑子里边 已经想过几十种可能性 他很确定自己的想法 他说让齐心在后面的上场 是有深意的 这样会比较 让比赛更有看点一些 很明显的谢霆锋已经想过了 如果曹阳和傅信尧 在前面两个出场 那么他们就一定可以拿下了三分呀 那么他接下来 就会让两个实力差点的中间出场 把贾一藤放在最后 拿到最关键的一分 这样一来呢 四分就在手了 不得不说 谢霆锋在排名不振 这方面真的很优秀 如果他不坚定自己的想法 那么统一了傅信尧和齐心晃位置 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说好声音2020导师终极对战 最闪耀的那个人 山城虽然赢得了赞誉 获得了很多的认可 但不得不说 谢霆锋老师才是这场比赛当中 背后的智智赢家 且失败了本季赛的第一个奖章 恭喜谢霆锋战队 也期待接下来的比赛更加精彩激烈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